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他算是我第一個接入台灣本土獨立樂團的始發性樂團 這是他專輯裡面啟動的時候 然後我就跟大家講他的故事 那基本上的話 這一張照片是2011年 他的復出的表演在高雄國樂樂區 再來就是比較代表性的就是 他去年他跟唱片公司 風和日記唱片公司 他跟不同的樂團 兩個一起組合 這兩個是他跟甜美號還有草莓 這兩個是不同風格的樂團 但是他們兩個卻在一起 幫助在一起 做成一個很完美的 違和感的舞蹈 對對對 那我先大致上先介紹一下他的神 從一幕六面開始過來的時候 他是武手 他叫吳夢念 那他的話 他是後面最後期才加入的武手 那再來就是 老團員小白 分從白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小蘇 然後再來就是葉子 那其實一開始的神奇是 最早是小白 分從白跟那個葉子 他們兩個在唱片行的認識 那你知道弄錯音樂的就是會有心心相請 那剛好他們兩個又沒喜歡弄國外的後搖門 那所以說他們就 欸 那我們不來組一個樂團 然後女士他們就是 在四星大學裡面 欸 我就組了一個樂團 那當時他的發貪時期 甜美號那時候 還沒有甜美號這個片子 那時候就是一個是發心的 玩跳性的樂團 然後 有 我們早期開演是算是後搖門 他是有創作人 然後有歌聲 就是有演唱 但是後來 為什麼會轉變成後搖門 他其實是因為音樂的經驟 有一天 主唱他剛好 每個事情 沒辦法來練 那剩下的其他樂手怎麼辦 然後說主唱 你沒主唱 那種那個 那不然我們回來練習 就開始來練 欸 練了 欸 他發現說欸 這個是不錯的 那我說好 然後我們就之後就是用這樣子的形式去表演 哈哈哈哈 他覺得主唱 怎麼會這樣不見呢 就是我會有指導 因為 那時候我去查他這次後面 整個指導的時候 就突然主唱就消失不見 所以 那 那 甜美號這個編曲是 他很有趣 呃 他是從那個 貝斯手葉子 他在聽那個 Drum Handle 的一首歌的時候 有聽到一個書 呃 Sugar Brown Belly 但是他不是 他的F1 他不是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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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1 因為他 他 他在裡面 講的那首是 我講 他在那個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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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美仙子 然後那時候 大家都在討論說 欸 那 那 不是要叫甜美仙子 還是要叫 甜美號 那那時候 他們在這裡 有請 給他一套 那 那 後來就是 那時候也知道說 欸 有這一艘 就是真的有 有這一艘 甜美號這一艘 然後 他們就覺得說 欸 那後來就是叫Sugar Brown Belly 甜美號的 由來就是這樣 就是 他就是不打不打 聽到Drum Handle 裡面的一首歌 裡面的一個詞 就剛好叫Sugar Brown Belly 他變成他主要的 發言的命運 這樣 嗯 嗯 然後 呃 這是他目前所 歷經發行的專輯 呃 有些是甜美號的 有些是 呃 他頭髮 他的原生 呃 第一艘專輯就是 他們就是在 呃 2001年就是 在水間上 他們也有哪個認識 打工認識 不知道什麼 創造藍地藏亮發言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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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就是 呃 但是那時候 第一艘專輯發行的時候 就是已經有 團員之間就是可能 然後團員這種東西就是這樣 呃 就在做我們體驗上的分析 他們每個團員就是 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會有自己想要找到 目標 是一種的風格 所以會開始 欸 欸 我們開始慢慢去找幾次 也出入的風格 那 後來消極了一陣子的時候 就開始 欸 放過了第二艘專輯 那麼那時候就找了另外一個 團員信 那 關於我剛剛講到那個 補手奉獻 他是在 呃 赤星你們應該知道 那個 中美年導演的時候 就是 開花樣的那個導演 他的前一幕在 前一幕在操作 呃 就是赤星 那 呃 那時候 昆仲白就是 受到他的邀請 幫 呃 你們應該有聽到 經過的 楊晨寧一首歌叫 那一首歌就是 昆仲白跟陳建騎 呃 一個很有名的 鋼琴老師 就是 創作的這一張專輯 對 那 那時候也是 呃 夢念剛加入的 這個法則 的那個 時間 那其實 呃我會提到 我會特別講到 夢念 這個獨手 他其實是很萬人 他幾乎 其他會 類型的會 無疑的會 幾乎說是 他 可以處在任何一個 懷念裡面的 每個角色 但是 呃 會比較提到他是 他 呃 針對創作的 理念跟想法 會以往的 會跟以往的 比較好 就是說 因為他自己有 呃 開錄音詞 他自己也要 教 教音樂 然後他自己也要 幫別人 然後 所以他在 創作的 詩詢上的話 可以讓 整個樂團 跟以前的 風格社 以前的結台 甚至是更結音樂 對 那 所以說那時候 老海群島的時候 我會認識他也是因為 從老海群島 這張專輯開始 他裡面有一首歌叫做 我站在太陽上 大家回去可以讀同一下 那 我會知道這首歌是因為 我在我朋友的Facebook上面 他分享給你們 他的甜蜜的影述文 那 呃 當時我就問他說 欸這首歌是什麼 然後是本的 然後是甜蜜的 那之後就是 開啟了 我後見的這一段 就是這樣子的入神 對 那 後來就是 呃 夢念去當兵 他朋友 他就是出國流行 回來的時候 就是 大概是 去年 前 大概 我們就開始 之後的這一段 那 再來就是特別提到 呃 最後面那一張就是 風和出去發行的 那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風和出去 一點點看 他跟 草莓舊寫 我們跟 每天好看都一樣 就是 這些人員嘛 但是卻 創造了一個 非常完美的 這個 複製 對 那我會特別提到這一段是 我很喜歡裡面的 一首歌叫 《這樣》 他 我覺得 他裡面在訴說說 我們兩個 就是兩個人的愛情事件的 那 我們不需要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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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最後現在再介紹一下 就是現在播的這一首歌 呃 他這一首歌是從鄧麗晶的南海風景 去演變而來的 那你會想說 搖滾唸大家都會知道說 那是個很 Rock 就是這樣 但是 當我聽到這首歌 它是不是很浪平面 是 它在裡面加入長途的元素 但是 你會覺得說 欸這兩個是不同性質的音樂曲 那為什麼會搭在一起 這就是 後搖滾的一個 魔力 就是這樣 那我會特別講 這樣子是因為 我相信台灣有很多音樂 很優秀的創作 但是 以現階段的環境下的話 其實它 並沒有受到很大的重視 相對的不管是 本土文化 本土藝術 本土工學 甚至是本土電 他們都有擁有自己的舞台 去發光發展 但是 針對本土 音樂創作這個平台 還是 正在激情的人 所以說 我會特別跟大家宣討 就是 希望大家擁有很多 支持本土音樂 因為 這種東西 如果我們先重視的話 它就會慢慢的去成為 活力 甚至就是消失 它只是比較可惜 我今天也帶給你 一些 我給你 最後的 讓大家問一下 讓人家送 要送 要送 要送人家就問吧 好 好 然後 我先講一下 這一本雜誌 這一本雜誌 叫大志雜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那它其實 它算是一個幫助社會的一個 也是提到社會企業的一個雜誌社 大家如果到台北的時候 比如說有到捷運站 看到身上穿橘色衣服的人 可以讓他買一本 它這一本不貴 一百塊 但現在裡面包含很多 多元化的 藝術 知識 都在裡面 它不只是只有我們本土 還有世界觀 對 所以說 我相信 這一本 它是個 很好的 讓你很豐富的 藝術正常 所以說 我買了 我就是自己帶了起本 下來跟大家掌聲 掌聲 掌聲 大家對我這樣子 介紹 好 多久出看 多久出看 它基本上是一個月 每個月的第一號 它就會試試看 對 它很密集的 過期它也滿 對 對 很小樣操子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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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想問一下 這個 因為 以前 月外喜歡音樂 那這個主題 有在接觸 我想知道說 這只是奇異怪話 不過我實例是 什麼時候 我記得它好像有 不知道我不知道 一陣子 那 你說上面版這個嗎 它以前都是錦了好嗎 那 只是說 最近 越多的人 最近 開始在做音樂創作 我相信 大家也開始慢慢注意到說 國內的好音樂 不是只有那些 線上發光發熱的歌手 其實 在地下社會裡面 我們也是可以注意到說 還是有一些正氣體的 草根性的人物 草根性的藝術家 他們的作品 是很值得 讓大家 搬上台面 讓大家 迅速 好 對 是比較高的 以前 根本就不會有這種東西 玩業 對 就比較 小貓 小貓 他這部分 射擊是在哪裡 喔 好 我剛才想到那個重點 為什麼 為什麼田梅號 他只想是田梅號 就是他們說 田梅號出來了 不好意思 我真的忘記 田梅號出來了 但是 我們要有一個 Logo代表型 那時候 他就請了一個設計師 林嘉玲設計師 然後就要討論說 那你們想要用怎樣的方式來擴大這個Logo 他們那時候團員就是客中來 他就講說我希望我的音樂 他是可以在不同空間 不同的心境、不同的領域都可以聽到 然後同一首歌可以讓他 可以讓聽的人有不同的感覺這樣子 那變成他轉化門是就是 他希望說這個東西是成為一個交通工具 那這個交通工具是可以穿梭在任何的時空的角落 那女士就是那時候就提出 那個女家的先生就說 那不然我們把它做成一個太空船或飛行船的樣子 所以說那不錯 的確那太空船啊 除了地球的角落之外 外交通的每一個角落他都可以穿飛到 所以說這個Logo就是這樣子出來 所以說幾乎他的專輯 就是我們可以了解到說 其實本土的獨立音樂 他除了他的音樂具有很強烈的表達性之外 關於他的外觀、他的包裝、他的設計 其實你可以感受到 感受出他的這張專輯所表達的意念 或者是他這個團員的個性 就是我們可以從一些 他包裝上的細節可以標準到 這個音樂的風格 他所要表達的部分是誰 我們最後三個問題 兩個鐘之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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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甜美號跟國內提拉 後搖搖搖搖搖 他的話算是一個節奏性比較強的音樂 就是一個音樂 我練的後搖越長 比如說像阿菲西亞 小雙他之前就是阿菲西亞的音樂 後來他就是跳出來 因為一個人工作的關係 跳出來 然後後來就加入甜美號 那我會跟他並列在一起的 一個叫做陳希光 甜美上面去Google一下 他同樣的也是在 講求一個故事性的音樂 那他的音樂 進了會讓你很有畫面 但是通常他的節奏性 就會提前甜美號強 所以說我 如果要把這兩個人 如果要跟甜美號相比一個月 然後我會把這兩個人 放在一起 就是這樣 可以嗎 下一個問題 好 請坐 我會有他大大跟下一個呼嚨 喔 呼嚨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喔 我有呼嚨 你有寫 你有在寫這方面相關嗎 有 我有寫 相關 好 你這個歌還可以不做靈修 還適合做靈修的歌 做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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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是誰 這個是我的部落格 那我裡面會放 就是我其實都會寫專輯 就是剛剛講的 陳希光 對 就是我很喜歡 他也是我一個很喜歡的一個樂台 那 其實聽本土音樂就知道 你會開始慢慢發覺 延伸性與延解性的相關的音樂 然後你就越挖越多 越挖越多 然後你就會 欸 你的音樂打開來都是一個 對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只要點進去就可以聽到音樂了 呃 裡面有他的故事 他的那個 沒有辦法做延解 沒有 沒有 好 好 最後一個 這個是 老海群島的專輯 哇 對 這個 最後一個問題 給 留給今天最後一個 大誠 對 趕快 最後一個問題 好 好 好 還有一個問 不是你 你有沒有寫在網領音樂嗎 呃 我是寫他 但是 不是寫得很成功 哈哈 在很無意的 他不是寫 他不是寫 他不是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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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謝謝各位 希望你們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